謝謝主席 我們請部長 還有局長 部長 我們在競選的前一天 7月1號 宣佈江 現在是什麼江副院長 以前的江部長 他宣佈要弄一個 也乃津貼 從7月1號開始實施 到現在各縣市 一直都在反映 反映說這個政策 真的是太 太衝觸了 未來選舉開出來的這個支票 到現在 各縣市真的是很難去實施 而且這個預算 你說你今年的7月1號 你7月1號 開始實施 可是你那個時候是 1月份1月14號選舉 前一天才宣佈的 沒有編預算 可是你們用 一倍金來支付 那麼放在 其實那個是不夠的 放到社區保姆的經費去 社區保姆的經費是7億 那名那個是 用 特別預算 來追加的 那現在實施的結果 遭到各縣市的 非常的反彈 我在11月16號 有開過公聽會 那麼現在公聽會的決議 就是說要 兒童局去做一個檢討 兒童局現在有沒有開始 來做檢討結果怎麼樣 是跟委員報告 就先就預算的部分 我們在101年年初的時候 有多在保姆的 這個費用上有多3億 那這個錢就是當初 有打算做登記的這個錢 那因為我們登記要3年後才實施 所以在7月我們做的 擴大拖曰費用補助 就是利用這個3億的錢 所以事實上在預算裡頭是有 現在我們不要去談到錢 我們談到說你現在實施的結果 各縣市反應那麼熱烈 那麼你們要怎麼辦 委員在11月16號開過會之後 我們在上個禮拜的 禮拜五整天我們有邀縣市 還有邀我們全國的保姆系統都來 那結論是什麼 針對目前要把它 另外另一個計畫是來不及 但是現行呢我們在管理上是採分流 那在上課部分呢 也事實上也很多的系統認為說 那個實際上我們的 你們就是還要照原來的計畫來實施 目前在執行上是不會有問題 對 怎麼不會有問題 各縣市反應我才開公聽會啊 現在問題你們不針對的問題去解決 還要用社區保姆的方式去處理 請問部長 一個七八十歲的爺爺奶奶上來一百二十個課程之後 拿了這個保姆症照 他會去做職業的工作嗎 目前 你們這個這兩套系統 社區保姆這個訓練我肯定 這個沒有錯 可是你爺奶津貼這個部分 就是要脫鉤嘛 你比如說訓練的時數 還有服務的這個對象 他會去照顧親屬以外三等級以外的小孩嗎 有沒有調查 是 跟委員說明 目前我們並沒有爺奶津貼這個名稱 我們 基本上還是把它稱為拖曳費用補助 那至於說親屬照顧這一塊呢 本來就是用爺奶津貼來做政策宣導的啊 怎麼沒有 那個是媒體說的 我們的名稱還是叫擴大拖曳費用補助 你造成 部長造成你們 以前新北市 幾隊保姆 排隊要來修學分耶 那職業保姆跟親屬保姆一起上課 那年齡的落差那麼大 那獎勢又很難去掌控 這個很多問題啦 還有偏鄉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偏鄉因為 那個爺奶的照顧情形很多嘛 你們卻沒有在偏鄉來開課 那爺奶奶上課以後 都大部分應該是理所當然都照顧自己的孫子嘛 他有可能這樣子去照顧三點心以外的嗎 那這不是浪費社會資源 你要他去上那麼多的課 然後回頭來他們只照顧自己的小孩 那麼為何媽媽帶小孩就不用仿視 爺奶奶就要派社工去仿視 這些都是問題啊 部長 你們政策這樣子混在一起 而且是造成各縣市的困擾 今天是各縣市政府來跟我反應的 是執行單位來跟我反應的 那你們這個政策不改 討論結果還是照常做 目前有階段性的處理 第一個就是管理上的分流是確定的 那至於說要不要再另外再找系統 我們也再找縣市來討論 你說什麼分流 那現在請問一下 你現在這三種配套 照顧情形 家長比如說0到2歲的這個嬰兒 嬰兒家長的照顧親屬的照顧 跟社區保姆照顧 這三種照顧模式的分配情形怎麼樣 百分比怎麼樣 是百分之五四大概是我們的父母自行 自行照顧的部分 那另外百分之三三是親屬照顧 然後另外呢剩下的就是我們的一般居家 跟這個 保姆照顧 脱衣中心 對一般居家的保姆跟脱衣中心 那個多少 那個加起來大概百分之十二左右 你們關於0到6歲 就有三種政策 就是說 父母一方沒有就業的這個津貼 還有社區保姆 現在還有一個親屬保姆 那是保姆系統 應該另外定一個計畫 我一直在 我們公聽會的結論 各是各縣市的代表來參加 也都是用這樣的規定 你們現在都不聽這個這個 這個人家開公聽會的結論 還是要一意孤行 那你這個計畫很顯然是第一 浪費錢 第二 你這些爺爺奶奶 他們要去上一百二十個課程 一百二十個終點的課程 然後呢他們拿了保姆證照 又你要把它放到跟社區保姆在一起 這個不可能的事情嘛 你明明這個計畫就是要再去改變 為什麼不去改呢 你現在讓各地方政府這樣子 部長 你要不要承諾 我想委員 就是說我們會把公聽會的資料 那委員的資料給我們 我們來檢討 已經給你們了 部長沒有看到是吧 這個是各縣市的問題 是整個台灣的問題 非常嚴重耶 今天不是說你們前邊是去 你們說宣佈一個政策 就可以解決的事情耶 你現在造成你看 爺爺奶奶為了領這些錢就排隊 然後呢 要去上一百二十個小時的課 然後跟保姆是年齡的差 還有講師的這個困擾 種種問題 還有各縣市的困擾 那又是偏鄉 其實這個最需要是偏鄉 你們又沒有在偏鄉辦 各縣市也沒有在偏鄉辦啊 對不對 跟委員說明 偏鄉的部分 我們另外會再 在另外做一個處理 所以嘛 我說你這個 偏鄉的部分我們一定會做 但是一定要另外去弄計劃 而不是跟社區保姆把它併在一起 如果在計劃還沒有推行之前 目前我們是合併 但是呢 我還是要跟委員做個說明 我們做過一個調查跟統計 其實縣市在推行上面 他們都認為這個是很有成效 而且很多的家長也認為 哪一個縣市有成效 那來開會的縣市都說謊 但是我們的縣市 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縣市黨認為說這個方向是可以 這個政策你們要好好去做檢討 好不好 有一個時間性來跟我 來做一個改變這個計劃 尤其是上課時數嘛 還有一些種種的社工的方式 種種情況 那要不然我那個 我就不解凍喔 好 這個政策 還有那個兒寶 很多社工到家裡去 兒虐嘛 兒寶的問題 好 有些比較偏遠地區的社工 這種反應啦 你把小孩帶出來之後 警察指 指到門口就跑掉了 你們這個系統 你通犯通緝犯 你從高雄犯罪 他警察也要送到台北來 是這樣子要陪過來對不對 可是你保母系統 那些社工非常的害怕 他坐在車上自己開車 他怕那個他的父親 或者是他的家人來搶小孩 那你們這個系統有沒有 目前在兒寶的工作上面 如果 警察不用陪到機構嗎 有 如果必要的時候 我們跟警察的合作是非常綿密的 怎麼綿密嗎 你現在社工已經用了反應了 哪裡有綿密 他就陪他到 出來這個兒童的 這個小孩的加冕 警察就跑掉了 就放社工一個人帶這個 這個小孩 到機構也好到哪裡 還有路途還很遠 他非常的害怕說 附近來搶小孩 非常謝謝委員提醒 我們在會後 如果有這樣的實踐案例 怎麼沒有去 麻煩委員給我們 局長各別來開會 你這樣子 太不深入了 我跟你講 我已經接受社工的陳情了 他們已經來告訴我說 他們非常害怕 那這個制度是不是要改 應該要請警察 一同陪到他的目的地嘛 應該是這樣啊 是我們在針對 好不好 謝長 這個一定要去 我們會要求我們的警察 去要求啦 確實做到 好 謝謝 好謝謝陳委員 剛剛這個問題我想是警政署 應該也要重新 相对